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7月7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看到台北股市在昨天 跌破了14000点大关之后 今天终于出现了一个 大家期待的暴富性反弹了 那这些大盘指数开高之后 一度还这地方翻黑下去 曾经下跌343点 看起来好像要继续破底 最低跌到13951的位置 但是接下来开始这地方反手拉高上去 收盘反而是大涨了350点的幅度 收在14336点 昨天跌破14000 今天一口气就反弹了14000点回 这个350点回来了 当然重点来了 很多人在问 那这波大盘可以反弹到哪里去啊 会不会又是一日行情呢 那如果有机会这样涨上去 到底现在跌深的航运股 还是要去抢元宇宙 还是要买电动车 到底该买谁 谁又要趁着反弹赶快卖呢 好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都会再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节目一开始 还是要先按照惯例 跟大家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快打当冲作战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锁定的一个标的 是在这个电动车概念股当中 代号6217的中探针 他在这个业绩的一个部分 观察到笔电这个 苹果的笔电 因为开始采取了新的充电技术 那也挹注了中探针营运新一波的成长 6月份营收达到年增率41% 表现不错 另外在电动车充电探针的部分 也即将完成认证 开始来做出货 也是未来的重要题材 重点是技术面的部分 当今天早盘开高震荡一度出量 再下杀下去之后呢 这个散户看到有大单在杀 很容易就跟着来做一个下杀 卖股票 这叫洗盘或是右空 随后呢 站上了大单的一个卖出成本 早盘的均价均价线也开始转上扬之下 有大户洗盘之后 反手进货的迹象 动能指标也在这边翻红 出现了转强讯号 因此我们建议会员朋友 今天621期的中探针 采取短多当从先买后卖的策略 那今天这地方比较可惜 这个股价的一个部分 虽然这个顺利的来到我们买进的价位 我们短多621期的中探针 技术面转强定价60.9到60.5之间 先做买进 不过后来出现了两派大户 在那里多空对峙 就是有人拉也有人在出 看这个是今天的股价 拉高这个早盘先一波的下杀 哇散户很慌忙的就卖在这里 甚至有人可能跑去放空 接下来占回到大户单的敲进成本 也占回到军价 因此我们建议大家先做个买进的动作 但是几度拉高上去都达到61点多 61点多 61点多 就功败垂成没有能够继续冲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人在出 有人在拉但也有人在出 两派大户在那里多空对峙之下 路死谁手 到了下半场变数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今天11点34分的时候 建立会员朋友 早盘平均买在60.7附近短多先买的中坛针 市价也在60.7附近 先做卖出收回资金 明天再来找赚钱机会 这就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先求稳再求胜 有疑虑我们就先收回资金 宁可今天不赚没有关系 赚钱的机会多得很 这地方先顾好风险 是我们永远操作的第一准则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先研究不伤身体 再来讲求效果 先考虑如果风险变大了 我们就今天不赚 明天再找赚钱机会 市机再来找赚大的机会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当然讲到这里 总有些投资朋友 如果刚看县龙老师的节目会说 这个老师好奇怪哦 人家今天大盘涨了350点 每个头顾老师都嘛说 你看早就叫你要低档买进 今天又几只涨停板了 每个头顾老师都嘛说 自己大获全胜 没赚钱的还敢拿出来讲哦 没有错 这就是县龙老师的坚持 坚持每天有赚钱 没赚钱真的都会诚实报告 给大家看 那你说其他头顾老师每天都大获全胜 那去加入他们吗 你去想一想 我相信你可能都遇过这样的头顾老师啦 当你看到他每天都说自己大获全胜 觉得自己他们好厉害 跑去加入后就发现 哎呀原来都假的 原来这些老师他可能一天推荐三到五档股票给各种会员 所以一个月下来推荐过几十档 一个月推荐了几十档 当然总有几档会涨 有几档赚到钱 就把那个有赚到钱的今天涨的拿出来表演 其他赔钱套牢一缸子呢 都藏起来不假 这样的老师真的能帮你赚钱吗 你发现假的嘛 那有些老师尤其这一波最明显 每一次喊股票都不设停损 每天跌了就买跌了就买 把会员的钱当做用不完一样 无限加码 所以很多老师你看从一万八叫你赶快追哦 不买来不及了 跌到一万七告诉你不用怕拉回找买点 一万六拉回找买点 一万五拉回找买点 一万四拉回找买点 就是把会员的钱当做用不完一样 无限加码嘛 那这样无限加码下去 当然再弱的股票也会有跌身反弹的时候啊 每次一反弹 像今天涨了350点 就告诉你 你看昨天低点买到今天可以赚多少 问题出在如果你是他的货员 你这样跟着他每天还买进 有办法真的买到最低点吗 不行嘛 早就钱在高档已经套牢 全都用光了 怎么可能会最低点买得到呢 所以这些老师也说自己大获全胜 加入就发现假的 好那有些老师是一边叫你做当冲 一边叫你拨赚 常常这一档股票给你 又说可以当冲又可以说做拨断 到最后就变成赚钱的时候告诉你啊 可以冲掉获利入带了 万一看错呢 就安慰你 没关系改放波段 好那听起来很好啊 当冲波段两相宜 我会再三提醒 这是做股票的兵家大计 因为他会让你看对有赚钱的股票 很快就出掉 赚不多 万一看错才放波段 到最后你会发现 满手波段的股票都是你看错的 到最后满手波段的股票都看错 越套越深越赔越多 到最后重商就是这么来的 到最后你都是赚小钱 赔大钱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说这叫兵家大计 千万不要这么做 那甚至很多老师会把会员分成了N组 每一组股票 每一组会员的股票都不一样 所以今天永远有一组会员的股票 亮灯涨停 哇好棒哦 好厉害哦 天天都有涨停板 但是你加入就发现 怎么有没有那一档股票 有没有那一组会员不知道 只知道老师今天秀的涨停板 又不是你参加的这一组了 永远跟你参加的那一组股票不一样 是不是你都遇过这样的桃股老师 天天说自己大获全胜 你相信了觉得好厉害 跑去加入到最后都是假的 能帮你赚钱吗 不行吗 对不对 那县荣老师要再三强调 真的我不是神 没有办法 我永远顺风顺顺 帮你好这个天天赚钱 但是刚才所说的这些 你放心加入我们绝对不会发生 因为我们给你的是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哪四大保证呢 跟着我们做当冲 第一个当冲股 我们当天带你进当天带你出 不会说有赚钱才冲掉 看错就叫你放波段 改这个其实是叫你凹单 没有 我们当冲的股票当天进当天出 绝对不做凹单动作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也只会有两档当冲股 那像今天也只有唯一一档 6217的电动车的 这个中探针 没有其他个股了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所有会员朋友 跟着我做当冲 通通都是6217的中探针 没有其他个股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那么老师当场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今天如果有会员收到 不是6217的中探针 是其他的股票 老师当场赔偿100万 就是这样给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我们持续用最高标准 在要求自己 会持续的坚持不说谎不辨认 每天有赚钱没赚钱 你看到我们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只求认同县隆老师理念的 欢迎大家 如果你认同县隆老师这样 每天这个先求稳 再求胜 这个先顾虑好风险 再来掌握赚钱机会的当冲方法 更认同县隆老师这样 每天有赚钱没赚钱 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一起来征服国海 共创算文 我们会继续的坚持努力下去 好那接下来的行情 继续看下去 当然指数的部分 还记得年初突破18000点大关 多少投股老师 多少股市民水 都还在继续告诉你 台湾的一个基本面很好 这个本益比都还很低 资金行情马上就要推升股市 上到20000点了 我都提醒过大家 接下来的行情 你会发现到 指数在创新高的时候 成交量台积电没过高 轮到投机股当道 弱势股在补涨的时候 盘势已经进入到 陌生段的现象 接下来就是要提防 盛极而衰 当时都再三的叮咛 当大家一帆风顺 觉得股市会 永远涨个不停的时候 2022年已经有面对 三大风险 第一个 美国结束量化宽松 第二个 中国进入习三任 第三个 台湾的缺电危机 更不用讲 包括半导体在内 过去两年 因为疫情等因素 赚了很多的一个 所谓重复下单的机会财 现在可能都会 这地方 副作用开始 那当时Nestate 已经跌破年线 资金行情已经开始扭转 所以都再三叮咛 价量高档背离 指标高档背离之后 中期回档危机 风险意识 绝对要去小心 为什么当时再三提醒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把风险两个字摆在心里 这才能够怎样 顺利的避开这波四千多点的下杀 那四千多点的下杀 当然这个前天七月五号的时候 大盘又继续跌到一万四千一百点 那当然昨天还有更低点 还一度跌破一万四啦 不过我们都强调 就技术面上来看 这波跌了四千五百点之后 这个已经出现第一个爆量长黑 这是底部讯号之一 第二个融资断头卖压涌现 散户绝望性抛售股票 第三个年限的乖利率 虽然说年限下弯看起来是空头 但是乖利率已经有三千点了 这个随时都会酝酿一波中期反弹 所以今天大盘涨三百五十点 我相信没有人意外 毕竟跌那么深了 这个总是要反弹 但他代表会这样一路上去吗 当然反弹有很多种 一共一日行情 会不会今天涨个一天 明天开个高又跌下来 很难说 但我认为这个地方大盘在接下来 比较有可能会在七月中旬之前 还会在这里来回见大 为什么 第一个台积电七月十四号要开法说 大家都会先观察 因为最近真的传出来 包括台积电的NVDA AMD这些客户 都有在怎样调整订单 他不叫砍单 他叫什么 订单稍微往后遞延一下 的一个消息出现 这个部分台积电的法说会 到时候一定一堆外资会关心这个 既然有这个因素 当然在这之前 大家买盘就会比较这地方小心一点 你说这样一路的往上反弹上去 会比较难度高一点 第二个FED 这个每个月中旬都要开立会 很有可能要再度的升息 那当然这个除非说过两天要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能够大幅度下降 这才能够 这个地方让市场对于FED继续暴力升息的一个这个 担心能够降下来不然在这之前这个大家还是会关心FED 会不会每次都一个月升13码3码这样升个不停 那另外国安立会的部分 很多人都期待国安基金能不能够进场 让股市正式的一个落底 那既然如此 就不要在国安立会之前股市就先涨得太多嘛 所以我说这个阶段好可能在这里报复性反弹过后来回先做震荡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好那如果说他能够这个地方七月中旬之后正式启动反弹 能够涨到哪里呢 好年限17000点 好距离现在有3000点 当然难度会比较大 我认为比较有可能的来到两年限16000点附近 那毕竟过去这波多头走了两年的时间 跌破之后未来这地方本来是重大的支撑 可能就变成比较大的压力 好这一点还是这地方 我们先做预告 可能这波反弹 未来两年限会是这波的目标 但是无论如何技术面的部分虽然有机会反弹 但是经济面的部分 的确这波的困境要很注意 好在物价上涨之后 现在民间的消费紧缩 3C的需求因此被排挤在减弱 尤其进入到后疫情时代之后呢 过去两年 好因为这个地方 好包括晶片都说在缺货 所以很多客户都在重复下单 好不止晶片 很多零组件都一样 好那现在重复下单 把库存拉得太高之后 发现需求在减弱 当然下游厂商就开始这样 调降库存 就是所谓的订单延后啦 暂停拉货啦 好这些副作用都才刚刚开始 所以你去看航运的运价 其实从今年初就已经到现在 持续下跌 这就在反映着什么 国际的贸易需求 其实都已经在减弱了 好那这种状况 的确经济已经有转为下行的风险 那经济下行也不是没有这个解药 像这地方两年前疫情爆发 哇FED就这样大量的印钞票 无限量化宽松嘛 对不对 零利率嘛 可是现在面对的通膨压力爆表 FED要把这个物价上涨的一个 这个通膨压到2%的目标 现在是8%要降到2% 他有可能这地方再来印钞票吗 没有办法 甚至反过来他再采取暴力升息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就造成了资金的泡沫破灭之后 更有可能造成加重经济的下滑 到最后 很有可能 现在很多上市公司 过去两年获利大幅度成长 都是因为疫情带来的重复下单 那现在这个副作用开始 到时候怎样 你会看到很多公司公布出来的财报 获利会大幅度衰退 那是最后的一个利空 那在这之前 我觉得投资宝都还很小心 简单的说 全球的经济硬着陆的危机 仍然没有化解 还是要提防FED暴力升息 美股会不会再度的转空 所以我才会叮咛 虽然技术面没有错 这边怎么看 都有机会出现一波不错的反弹 甚至你说 中期回档底部在这里 我们也不用意外 但是无论如何 在这个时刻 赚钱机会虽然要把握 风险意识还是不能少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还是提醒 我并不是告诉你 你所有的钱就给它all in下去 没有问题 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告诉你 所有股票未来都会大涨创新高 尤其有一些业绩数字 真的已经开始营收在下滑的 我是未来景气 已经有转趋向下的疑虑的 航运、半导体、手机零组件、笔电零组件 这些都要小心 那未来反弹 我还是建议大家先找卖点 尤其有一些纯粹靠题材炒作的投机股 元宇宙、快筛概念股、NFT 这种我建议碰都不要碰不就好 那更不用讲 跌破停损的时候 我进场都先这个地行设好停损 万一不对马上就抽身而退 宁可小赔不让大赔发生 这样才能够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菜烧 永远是我们操作的最高准则 这边我还是会叮咛大家 当然在这个阶段 其实我仍然建议 如果你想要把握这波中期反弹 但是又担心基因技基本面不好 最好的策略 其实你会看到 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因为我们的快打当冲 讲求就是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让你高枕无忧 盘中满手有赚钱机会 不用去担心错失行情 但盘后空手之下 就不用担心 美股会不会哪一天反弹完就大跌啦 对不对 这样才能够顾好生活品质 早上赚得到钱 下午就去逛逛街喝个下午茶 晚上还可以睡得安安稳稳睡得饱饱 不用半夜爬起来看美股 不用失眠整晚 这叫做生活品质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 又会非常的低 快进快出 我们操作可以随时先买 也可以随时先卖 避免的股票抱在那里 重点在这里 万一行情真的又反转下去 你会套一堆 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 受伤惨重 重伤惨赔 我们都不会啊 因为我们盘后保持空手 对不对 也不用担心 现在跌了四千多点才去放空 一不小心就被嘎上去啊 也不用去担心了 所以重点是在这里 风险帮你降到最低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历史 让你天天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我们说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当然我也再三提醒 记得当冲不是在做赌博 没有足够的功力 没有足够的技术 就不要自己凭感觉追高杀低 万一你又不懂得控制风险 常常就是赚都赚几百块一两千 一赔 哇这个凹下去 赔个几万赔个几十万 赚小赔大 甚至受伤惨重 重伤惨赔 那也是很危险的事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做当冲 记得按照专业SOP 第一步观察好盘式 决定多空 第二步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这算是最重要 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像我们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有攻击机会 我们做短多先买 像上礼拜 我们操作5425的台半 发现大夫在那里 还洗完盘 反手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了 就建议会员朋友 这地方84.9以下 短多买进 等拉高上去 最高86.4 我们85.9以上卖出 一块加差 12张操作下来 一天就可以进账 一万二不无销补 对不对 碰到整理盘 我们像之前操作台乘科 发现大户在持续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就建议短空先卖后买 拉上去 别人再追高 我们转弱讯号出来 建议会员朋友 242以上 短空先买 等刹下去 234 我们没有补到低点 我们238买回 4块加差 5张就可以进账两万 6月17号 复制成功模式 又发现台省科 有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 短空先卖后买 又一口气赚回 5块加差 5张又有机会 进账两万五 甚至像升凉半 利多兼报 大户趁机出货 被我们发现 转弱讯号出来 建议会员朋友 68.5以上短空 66.5以下买回 2块加差 100万做15张 一天就进账 3万以上 今天中探针 两派大户在那里 多空对质 有人出 有人拉 变数比较大 我们就先收回资金 明天再这样 有疑虑 先收回资金 先求稳 再求胜 这就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先研究不上身体 再讲求效果 如果投资 认同现荣老师 这样的操作理念 更认同现荣老师这样 每天有赚钱 没赚钱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也想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的 都欢迎大家 广告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 马上再会 参与尊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台北股市这波从18619高档 已经回接了4000多点 这时候技术面已经都随时 酝酿着一波中期反弹 如果投资朋友 之前有听谢榮老师的叮咛 顺利的避开这波下杀 4000多点的一个风险 想要逢低来做减便宜 那么记得 在这里不要再去碰一些 涨翻天的投机股了 我们只会帮大家来规划 趋势向上的产业 业绩成长的精权潜力股 给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并且注意出手的时机 那这一波我都跟大家讲过 最重要在电动车的一个部分 2040年包括台湾在内 世界各国都要禁售燃油车 所有的新车都100%是电动车 现在市场占流率 才这地方个位数而已 未来100% 这是个十倍速的成长 也是投资朋友 如果想要趁着这波大跌之后 掌握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最重要的重心 也是你看到有许多股票 其实像新浦 昨天大盘重挫363点 涨了11块 今天呢 哇大盘反弹 他又继续涨了16块 所以不是靠指数反弹 他在涨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股票 帽连昨天大盘重挫363点 涨了18块 今天指数拉高上去 又继续涨了13块 不是靠指数上涨 这种股票才是我们在未来会去锁定的 甚至像湖联股价都已经创了波段的新高 当然我们不是叫大家再去追逐这种股票 我们只是说 未来如果你要这地方 掌握这波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 电动车绝对是我们留意的焦点 但是注意出手时机 那对小资族来讲 仍然建议大家 采取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 仍然是你最好的选择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 每天会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做操作建议 清楚的告诉你 先买还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价 简讯通知 无论如何 当天待进 当天待出 今天中探针 两派大户多空厮杀 成本附近就先收回资金 先求稳再求胜 等看准了目标 我们就来掌握赚钱机会 像这之前台办 一块价差 12张操作 就有机会赚个一万多块 这个回来 台胜科5张 甚至近占个两万五 就是这样 稳扎稳打的操作方式 如果投资 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也想利用当冲 稳扎稳打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